欢迎收看打开公话吗 我是谢理文 一例一休实施之后 很多行业都争取希望能够纳入弹性最大的四周弹性工时 但是也被发现了劳基法有漏洞 试用四周弹性工时的话 其实可以让劳工连续上班二十四天都不违法 而且和劳工的情况 看起来还是没有办法因为修法改善吗 另外还有蔡政府要建设拼正机 昨天行政院提出了八年八千八百亿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但是也被外界批评 内容很像抄袭马政府提出的爱台十二建设 真的是这样吗 等一下我们要请来宾提出看法 先来欢迎今天参与讨论节位来宾 首先我们欢迎的是民进党立法委员中嘉宾 大家好 我们继续欢迎的是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胡文奇 大家好 好接着欢迎的是政治评论员张敏佑 理论大家平安 好这我们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陈金兰 大家好 好我们就先来看第一部分要讨论的议题是 行政院提出了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被国民党立委批评是抄袭过去马政府提出的爱台十二建设 行政院长林全昨天在立法院 忍不住就回呛立委说 国家建设即便是延续性的工程就应该要继续做不用再分谁是谁的 前瞻基础建设计划还没完整端出来国民党立委执行就很酸 还有人端出前总统马英九的爱台十二项建设 说从便捷交通网再到台中高科技产业新聚落 与前瞻计划要做了轨道建设 数位城乡建设比一比很类似 你们有能力 你们中央提出你们自己的前瞻计划 不要拿前草的来做你们的假账 那你这样讲那轨道建设都别做了 因为那个东部铁轨已经规划了 那我跟你讲 你就不能 这就是一个延续计划 并不是你们任内所规划的 你们可以讲说这是一个延续的工程 这个没有要分什么谁是谁的 这就国家建设 是啊 是国家建设 国家建设该做就赶快来做 那以前人做一半没做完 那我们两个加速来做 国民党立委连假账的话都出笼 让林权忍不住回呛 建设不用分前后朝 但直询骂行政院抄袭 国民党团记者会却是猛批 前瞻计划前兜派绿营执政县市 他根本不是所谓的前瞻 我觉得他的前瞻应该换成是 政府撒钱让绿营诸侯与陆军瞻 他是有看到国民党执政的县市 通通不在前瞻计划吗 还是国民党现在已经决定要全面反对 如果国民党是要全面反对 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我们也欢迎他们勇敢的说出来 民进党立委这样回呛不是没理由 悄悄已经公布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乌兴鸟嘴坛人工湖计划在国民党执政的南头县 东部铁路电气化工程横跨花莲台东两个蓝银执政县市 还有新北市的三环三线淡水轻轨 都落在非民进党执政的地方 国民党立委猛攻前瞻计划 各自发挥却矛盾连连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前瞻计划 有媒体先制表啦 就说到底是不是跟爱台十二建设很相像 这个两边的表一边是前瞻计划 一边是爱台十二建设 好里面有很多的细节 包括了是不是要建设轨道类的交通系统呢 现在前瞻计划说要基隆轨 台南铁路立体化 嘉义市区的铁路高架化 不过过去爱台十二建设 也有说要盖捷运 还有铁路立体化 好包括水资源 数位转型 绿能跟沉箱差距 很多的内容 其实都还蛮相近的 但真的就是抄袭吗 我要先请教金兰姐 你自己怎么看呢 我必须说扩大内需这件事情 它不是一个新鲜事 那今天这个林全蔡政府会被批评 我觉得有几个面向 我们可以来看 那我先说这个 其实陈水扁时代 他也有一个新十大建设 那两千年 那个陈水扁政府执政以后 后来看到 大家看到那个经济不是很好 所以他在两千零三年到两千零五年开始 也有所谓的新十大建设 因为过去奖金国有十大建设 所以他就提了一个新十大建设 那他提的是五年五千亿 那通过的是这个立法院的这个预算的方式 那这个部分后来虽然有争议 但是两千零五年到被这个立法院给通过 那时候都是游锡坤这个做院长的时候 我要说的是他其实是有脉络 那当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出现状况的时候 他第一个想的就是扩大内需 然后透过公共建设去带动整个经济 那那时候的状况就是 陈水扁政府就做了这个事情 那陈水扁政府做了以后 马英九有没有跟进的 马英九有跟进 那他的爱台十二项建设是2008年一上来 他就提了 那他有没有我们讲抄袭好了 他有没有延续陈水扁政府 有陈水扁提的计划里面 他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他也把陈水扁那时候提的那个计划纳进来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是从陈水扁到马英九到今天蔡英文 我觉得蔡英文政府提这个东西 最被大家批评跟诟病的原因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蔡英文政府拼经济这件事情 是从他一上台 其实就讲这件事 那大家对于林权的期望 也是非常清楚 就是要拼经济 可是大半年来 从去年520上来以后 就纷纷扰扰一大堆有的没的事 然后一大堆的弊案 一大堆的出状况 到今年 大家都说 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你不是应该拼经济 笨蛋 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经济 然后呢 他在2月12号 行政院就提了我们今天看到 什么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你不要忘记 他会让大家觉得 你是在大拼盘的拼凑 也就是说你不是准备好 我们照理说 他以前有个新境界基金会 或是你说 以前的这些官员都是行政院 国民党官僚留下来 所以他的思维都一样 你也可以做批评 因为你去看他什么李世光 还有这个现在看起来的国发会的 这些都是以前前政府官僚 所以他拿不出其他的状况 我想也是事实 你再回去想 今天中嘉宾坐在这里 潘孟安在去年年底一直在讲高企业 高企业延续到哪里 延续到屏东 到你农历年前一直上 我要上节目 我要上节目 我要炮打谁 我们要炮打交通部长贺承淡 是不是 那从这个脉络你看出来 他有没有急救章 我要说的是去年五二零上来 他第一个时间 应该要告诉大家 他如何拼经济 可是我们看到没有 到过完年二月十二号 那我特别讲过年前 这些地方政府 一直首长都在那边喊 我要这个我要那个 然后二月十二号 他就出来了一个 我们看到今天的基础的前瞻计划 那就把这些拼拼凑凑端上来 我要说的是 有没有跟二零一八相关 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给大家看到的 这个急救章也好 或是这个大拼盘也好 这个过程也好 我诸不论说 你是不是抄这个国民党 因为国民党先前 也是抄了陈水扁 这一路上的脉络 然后他的思维都一样 要扩大内需 要公共建设 所以陈水扁这样做 马英九也这样做 然后今天蔡英文也这样做 可是大家一直在批评 成效很差 你说你要造就多少工作机会 我们失业率最高的时候 是在哪里 是不是在马英九时代 他是不是在讲 这个三兆九千九百亿 投入下去 十二项的重要建设 爱台十二项建设以后 国家就会如何起飞 如何好工作 机会就有很大 没有啊 很多的文字管 那这个是个事实 那为什么民党做完 国民党做完 国民党做完 民进党在做 那这里面难道没有需要 去检讨的吗 这个硬体建设 这样子投下去 要问的是 为什么那个思维都是一样 我说的是老旧 为什么同样的话数 拿出来一片再片 那这里面为什么没有看到进步 我再说的是 民党蔡英文政府上来 给大家最不能忍受 跟这个接受的 这个前瞻计划以后 大家看到的 那个前瞻性不够 而且看到的是 可能跟明年 二零一八年的 这个地方首长要选举 我要给他有感觉 有感觉 因为中央执政 看起来不利 那地方要有感 那我如何有感 用政策买票 现在看起来 他就直接连接政策买票 我姑且不论 国民党批评的那些东西 但是我必须说 这个过程当中 过去我们看到的 民进党也好 看到的马英九也好 他包装起来 他比较像是 国家战略性的 他这里面提 你看马英九提的 全国便捷交通网 是不是国家的 那高雄自由贸易生态港 是不是国家级的 中部高科技新聚落 是不是国家级的 桃园航空城 然后都市工业更新 农村再生 海岸新生 防洪治水下水道 你看起来 他的包装起来像国家级的 可是你回过头来看 这次前瞻的 他会比较细索的 看起来特别是 蔡英文连续跑了两个地方 然后一个说水南要设一个 这个会展中心 然后一个基隆 这个要盖一个轻轨 那高铁不曾变轻轨 所以我要说的是 民进党政府执政 很多的问题是自己造成的 那话讲不清楚 这件事情也是非常奇怪 因为民进党长期来 应该是最会讲话 最会辩护 或是最会在政策上 有给大家问题 那所以我就要赶快问一下 民进党的委员 对不对 因为刚刚金燃姐提出 这样这么多的想法 包含的确也是有人质疑说 那你是不是旧瓶庄应该说看起来是新瓶庄舅舅 然后拼盘式的拼凑 刚刚金燃姐说的 然后思维很老旧 是这样子吗 我想我觉得政府施政 在我们自己 我自己在屏东县的经验 也经历过同一政党的执政 也经历过政党轮替 在地方的施政都延续 也有做取舍 也有做新创 我想在中央也是一样 所以呢 名称新瓶旧瓶 我是觉得瓶子不重要 名称你是叫前瞻 还是叫爱台 我是觉得那都是对社会的诉求 但是是不是旧酒 我还是在意是不是 原来的新瓶庄旧酒 瓶子是不是新的 不重要 那么酒有没有跟着我们 实在的需求接近呢 刚刚提到的 那个金燃有提到说 屏东的潘县长 要求高铁延伸到屏东 对不对 那我们有没有看 在这个前瞻间看到 没有啊 所以你说我是因为 我是执政党立法委员 我是因为瓶子的名称不一样 满意或不满意吗 不重要 但是我对于里面的内容 有没有涵盖到 我们每个地方的需求 我会有意见 那针对这个 我的确对5000亿的 轨道基础建设 19项当中 并没有包含高铁的 轨道延伸到屏东 我很有意见 但是这个意见 是在内容上 有没有切合地方的需求 有没有把钱用在刀口上 有没有吉民所吉 苦民所苦 我是觉得这才是重点 我这边的特别呢 还是这次的 给大家看这个图 这个图呢 我们看到了几个现象 这个图我们看到了 重北侵南 那现在这个前瞻 金属建设 有没有调整 重北侵南的思维呢 我觉得调整的很有限 台北的铁路地下化 花了1808亿 高雄的铁路地下化 花了多少钱 998亿 台北的铁路地下化 可以让高铁 从板桥直通到南港 高雄的铁路地下化 花一半的钱 有没有办法让高铁 从左营 新左营到高雄 不行 那这个过去 旧政府时代 留下的烂摊子 新政府有没有解决 我觉得没有 高铁总经费呢 大概在四千五百亿 那么高台北捷运 是四千四百四十四亿 我单单举这两个数字 知道 在台北地区 大台北需要的台北捷运 就花了将近四千五百亿 全台湾人共用的高铁 也不过四千五百亿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看一下 高节花了多少钱 高节花了 比较少 大概三百多亿 那所以我觉得呢 在我们对这个前瞻基础建设 它如果是前瞻 它就必须洋气过去的思维 因为在中北清南的情况之下 北部的需要 不要等到需要的时候 就会有建设 所以是建设跑在需要前面 但是呢 到了南部呢 是要有需要了 我才提供服务 所以包括交通部 包括行政院 我们都认为 前瞻基础建设 既然叫前瞻 就要改变中北清南的思维 就要沿用过去 打造大台北 便利交通网的思考 当需求还没到达的时候 我们就把供给 把服务准备在那里 就像北二高 我在这里看一个图 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南部人觉得愿对 因为你看中山高速公路 十大建设 什么时候开通 国道三号什么时候开通 在单单开通的时候 施工就慢了16年 通车慢了26年 为什么 因为中山高速公路开辟的时候 当然的确那时候的在野党 那时候的反对者 说这个中山高速公路 南美车流没有那么大 可是那时候的蒋总统 金国先生说什么 说一定要先坐 证明他是对的 对的 我们就说对 中山高速公路的开辟 后来车辆真的真的不乎使用 不乎使用的时候 开始开二高 二高先通常一开 二高从北二高开始开 北二高开的时候 有多少车在跑 没有啊 但是你有因此做 那就不要开北二高吗 还是开 南二高也开了 但是全线通车呢 还是南部比较慢 所以我要强调的是 前瞻基础建设 既然要前瞻 就应该把建设 跑在我们国家 人民地方的需求前面 准备在那里 国家才会发展 好 委员提到的是南部的建设 其实也不止委员 还有很多其他立委 也是针对南部 希望能够有建设 我们先来看行政院 这个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其中的一项是要开放县市 让你提案的城乡建设计划 民间党南部立委 已经赶快提出建议 枣子 香蕉 橘子 苹果 这些高雄特产摆满桌 高雄立委拿学果比喻 高雄捷运 希望把路网串联起来 连接高雄每个地方 高雄或是南部的捷运 相当的少 我们认为在平衡 南部跟北部的资源上面 必须要多所平衡 新建的第三条捷运 是一个重要的路线 因为它的人口众多 行经的人口众多 是高达82.4万的乡亲 居住在这样一个 人口集中的区域 而且它能够跟轻轨 捷运红线 橘线 还有铁路地下化 所形成的台铁捷运化 能够形成一个大众运输路网 高雄目前拥有红线 橘线两条捷运 高雄市希望争取第三条黄线 从亚洲新湾区 前镇区公所 横过凤山 连接到鸟松 是东高雄重要路网 也可连接红举两线 选区横跨黄线的 许志杰还这么比喻 都是我们南部人爱穿夹脚托 都是我们南部人爱骑摩托车 其实很多美少女跟自身美少女 其实穿水水不怕流瓶水 头脖子碰碰碰 很怕安全没地下 头脖子变摸摸了 所以不是我们南部人爱骑摩托车 而是交通建设不够便利 好 那么我要接着请教是胡副主委 当然国民党这边有一些质疑说 刚刚委员也说南部发展重北侵南 这是一个部分 那么开放让县市 大家自己提案说我们地方要建设 国民党这边也质疑说是政策绑装 你是这样看吗 当然这个部分我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林泉镇 不要看林泉镇说了什么 最重要就是说看他到底实际上做了什么 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 所谓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我先姑且不论说今天徐国勇发言人也有讲 说其实有很多泛兰的执政县市也有 其实所以不是针对性 那我也不想去谈所谓 有没有什么要五毛给一块的 但是我要特别强调 其实刚才静兰姐有提到 有些东西马政府延续了点政府 然后现在蔡政府也许延续了 所谓马政府的东西 可是也许大家没有注意到 你要前瞻一定要基础站得稳 可是其实在这个 我们看到大部分的人都在推动 所谓的重大的交通建设 可是之前我们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不是说嘉义市说 他们的地下水道接管率是零吗 其实我的意思说 其实有很多更重要的基础工程 因为大家都在做表面 可以吸取选票的一个工程 可是真正该做的 其实当然我也期待 当然国民党现在已经在野了 但是民进党如果真的爱台湾 这个部分我建议他的前瞻基础计划 其实在这个部分应该多所琢磨 否则其实会让我们觉得很好奇的 就是说为什么在他们3月20号 找了9位的这个所谓的各大部会的部长来讲的时候 对不起那个记者应该不是我们蓝营派去的 那记者说你是在说什么 听着都没有 当然我不晓得是记者水准不够呢 还是我们的那9个部长发言不够犀利呢 事实上确实现场的记者确实是有疑问 我觉得他们要好好的想一想 而且最让人担心的一件事情 当然为了所谓 我不要说是不是为了拼选举 我们的所谓的环保署的詹顺贵 这个詹副署长还竟然说出 如果他为了要留财售或怎么样的状况下 他说他可以缩短还评的时间 当然我们肯定他积极认识 但是如果这个案子 他可以积极认识缩短还评的时间的话 拼经济的话 那其他的案子他到底怎么样做呢 而且我觉得前瞻之所以会被人质疑 一方面我说除了看不到的 所谓的类似下水道的工程以外 我们看到了有关于所谓的经济能源政策 民进党的现在这个基本上跟 所谓的环保爱地球何能减碳 基本上是相违背的 当然我们今天的题目不是谈这个部分 但是我的意思说所以不够前瞻 到底前不前瞻不是民进党说了算 最后我要稍微特别提醒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其实不管是不是延续马英九的爱台十二项建设 我是希望民进党在类似的一个政策执行上面 其实林全讲得很好 国家是不应该分谁的 那好在马英九的执行的很好的部分 比如说九二公司 他造成了 让台湾的中小企业或是台湾的产业 能够跟就是可以走出去或甚至获得了 所谓的近一百七十个的 免政策国家的一个待遇 其实照理讲林全也应该要延续 因为那个是真的是国家不分谁的 好就算你不要 那你要拿出比九二共事更好的 所以我就说不要做半套 很多的东西我觉得林全讲得很好 比如说国家的前 我们要强调的是国家的前途 其实也没分谁的 所以我才会说前朝没有做的 这都是林全讲的 前朝没有做的可以继续做 晚做不如早做 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好的当然要延续 至少我们看到了现在林全也许延续了 他认为马前总统时代好的 那我建议他们更好的 他们应该学一学 包含我们看到了现在攸关台湾经济 要转型的货帽符号 或是所谓的两岸协议的监督条理 我都觉得他们应该要好好的想一想 而且对不起 最后应该这样讲 为什么会被质疑 其实不管前朝安计划 其实原住民上一次的那个预算案 不就被翻出来 他只是改几个字就照案 照马总统时代的版本寿 所以这个部位基本上不够用心 好文綺有点讲到更多的方向去了 但是我要接着请教 如果说延续大家 大家谈下来 地方说要建设 如果这样讲 就是说是地方要绑装的话 这样对林全政府会不会有点太过苛责 你自己怎么看呢 我觉得是这样建设一个国家 他应该是站在今天的立场延续二十年后台湾整个产业的发展 那前参基础建这个计划 国民党是说沾钱 可是如果回过头来看 十二项爱台建设 当时编列预算要多少钱 三点九九兆 将近四兆的经费 那前参基础建设 他的计划里面是一兆多 希望压到八千八百亿 好那我们来看 两千五百亿其中叫做水资源 昨天国民党很多好朋友出来开记者会说 你只要水里要花两千几亿 我跟各位报告 水有没有很重要 我们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 第一个印象说水是一个非常廉价的东西 为什么要花两千多亿去用它 可是如果你看里面的内容 不要单靠只有水 水是我们生活必需品 我讲一个我们录影现场在林口 是不是时常被限水 为什么限水的都是我们 那表示说我们的水库改造有没有必要 管道改造有没有必要 然后爱台十二项建设里面 马英九有说到 绿色造林啊防洪治水啊 跟绿人结合 那所以这两千多亿里面 还有四百多亿 希望规划跟环保环境去结合 所以我认为说水 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说 未来整个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部分 我说一个比较简单的 我们这个台南三轮要发展绿能科技产业 然后我们选举的时候 听蔡英文这样讲的时候想说 那台南发展绿能产业应该只是说说吧 这就是开开支票嘛 可是在前瞻基础建设的这个计划里面 我们也看到他确实有完整的规划 包括水资源 包括说未来如果绿能科技产业 他需要用到水的部分 还有连外交通的部分 因为非常多的工程师可能住在台南市区里面 那沙伦去过人都知道 离台南市区有一段距离 所以他也规划了连外道路的扩建 或者是这个轻轨的这个建设 所以我认为说前瞻基础建设 这样的一个计划模式 是发展都市非常重要的部分 可是你说跟是不是绑装 是不是沾钱 这个我主持人问的问题非常好 他其中有一项是规划在新竹市里面 那新竹市里面有一项是什么 舞陽高架延伸到头份 那头份好像也是国民党执政吧 那所以我不认为说 这个是跟哪个县市有关 所以我认为说 现在所有所做的工作 要符合人民的需要 那如果未来产业的发展 我们现在时常讲说 新竹受到最大的限制就是 我们的冷却的水不够 那未来如果透过2500亿的这种 重新的建设水库 然后防洪 然后整个水资源的分配 这样会有问题吗 外资投入的时候 他会认为说 台湾不会再面对这样的问题 过去Google要到台湾彰化那边去投资的时候 也是发生冷却的问题 所以他不敢到张宾那边投资 未来如果透过这样的系统 让他可以外资到台湾去投资 未来的20年的产业发展 交通便捷 未来的子孙们 不一定说我出门 我们可以跟日本学习 我出门不一定要开车的嘛 我们出门如果说 他4000亿人让轨道整个步上 不管是铁路的改建 轻轨的建设 或者整个脉络的重建 让我们的生活像日本一样便捷的话 我觉得花这8000多亿是值得的 好 最重要的是钱要花在刀口上 我们这边要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继续再来讨论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要来谈跟劳工非常相关的议题 就是到底我们休假跟立假 要怎么样排 怎么样才够 我们说尽量不要写和劳工嘛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报纸这个当然媒体都在报道 其实这今天呢 要有一个会议 那么包含 其实昨天就有一个基本工资的会议 好大家都聚焦是在一立一休上面 主要是资方跟学者代表 昨天都提出了 希望能够重修劳基法的建议 但是劳方呼吁劳动部 既然已经法论出来了 至少要有执法的决心 那么现在目前劳动部长是说 要依法行政 不过我们就来看到 大家还有点出一些问题 是包括我们法律里面 是不是有漏洞呢 现在因为很多的资方 都希望我们可以再更弹性的来排班 也就是说大家很希望 我们至少可以纳入四周弹性工时吧 因为现在目前是有限制 某些行业才能够用四周弹性工时 可是有更多的行业希望能够加入四周弹性工时 为什么呢 我们先看这个表格里面 我们现在目前弹性工时制度有三种 两周的四周的跟八周的 但是里面最弹性的就是四周的工时 也就是说呢 它是每两周里面至少两天立假 每四周里面立假跟休息日至少八天 但是呢 它工时规定是说你正常工时十小时的话 你加班最多可以有两个小时 每天正常工时最多到十小时 其实这上班时间就还还算蛮长的啦 目前被算进来的行业包含加油站 银行旅馆餐饮业 还有包括超商百货 这些有四十个行业是被列在这个项目里面 就有人说其实如果按照这样的话 你合法合法的排班法还蛮夸张的 我们先来看下面这个图表 它是用一个月的这个每天来看 用红色的画起来 就是说必须要休假 现在按照法律说你立假日一定要休嘛 不然你就是要用更昂贵的加班费 让你来上班 所以不能够用昂贵的加班费来加班 真的吗 也不能加班 立假不行 不能加班 抱歉是我这样理解错误嘛 立假一定要休的话 那就是第一周 我就把假日排在最新前两天 一号二号我来休假的话 再来两天立假 既然是四周谈讯工时 应该有四天立假的话 就放在最后两天 中间虽然会经历到四天的休假日 不过我就让你来加班 我付给你加班费 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这种排法的话 极端的排班是你可以连上二十四天 这样子可以吗 这样其实是合法的 这个委员你刚刚说这种排班法是 特别不会出现的案例吗 这个图 对不起我的手法没有你大 你说的就是属于劳基法 不管修正前修正后 三十条之一的四周变形工时 对那四周变形工时呢 一般正常的排法呢 譬如说你要有立假 对不对 然后呢你要把那个休息日呢 现在你说的说法是说 他如果把四个礼拜 前两天排立假 最后两天排立假 对中间这四天排休息日 那这四天的休息日是可以加班 但要付昂贵的加班费 所以呢有可能一个月 你说六四二十四二十四天当中 扣掉前面两天 扣掉后面两天 你可能会有二十天 包括休息日来加班 那可以二十天连续上班 但是其中有四天的休息日 是要算休息日加班负昂贵的加班费 但是呢如果说你没有要付加班费的话 我想在这里呢说明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在劳基法里面分两种工时 正常工时 它对应的叫做弹性工时 另外一个叫做延长工时 就是俗称的加班 对那正常工时一周就是四十小时 两周八十一此类推 那所以在两周四周八周 它的弹性工时 是在总加总的正常工时 不变的情况之下 它把正常工作的时间 分配在其他的天数里面 那其中的最多一天 就只能分配到两个小时 所以一天的正常工时 会到十个小时 但是这十个小时之外 如果你还要再加班 还要再延长工时 最多也是加两个小时 不能超过十二小时 那所以我们现在看 劳基法里面 它的第三十三十条 它的第二项是规定 双周变形工时 第三项是规定 八周变形工时 那我们一般的正常工时 过去 过去劳基法就是 我们劳基法是 每七天要有一天作为 休息作为例假 现在每七天应有两天作为休息 一天是例假 一天是休息日 那这种情况之下 原来的劳基法的三十条之一 是四周变形工时 四周变形工时就允许怎样 它就允许你的头尾相接 也就是说在过去 你可能就是前面两天 两周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前面两天跟后面两天 第一天第二天跟十四三天 十四天 其中的中间的十天 都是正常工时 这是四周变形工时 情况之下 两周当中会有第二天休息 最后十三四天休息 还是说是例假 但中间的十天 它是连续工作 这连续工作是被允许的 但是呢 你接下来会怎么样 你在那个四周当中 你会有连续四天的假日 会有连续四天的假日 所以呢 为什么要叫弹性工时 就是有的劳工说 我不要固定七天休两天 我想要呢 其中连续工作十天之后 我可以连续休四天 但是弹性工时 为了针对这个 有人还觉得不够 对 所以呢 我们四周的弹性工时 最最严重 不要说最极端的状况之下 你可以连续工作 在大概九天之后呢 你可以连续休息七天 连续工作九天之后 休息七天 那有没有产业 有没有行业需要呢 有的产业需要 但是不管是双周 弹性工时 四周弹性工时 还是八周弹性工时 在原有的劳基法 就是一百零四年通过的劳基法 或者一百零六年 一百零五年通过的劳基法 通通必须要是经过 主管机关指定 你说不能够任意的 我就是一般的 一般的行业呢 是适用什么 适用正常工时 对 没有双周四周 八周的这个弹性工时 但是呢 你必须经过 劳政主管机关指定 而且呢 你还需要劳资双方协定 如果劳方没有工会 还要跟全体劳工讨论 所以呢 要适用双周四周 或八周的弹性工时的行业 他有双的门槛 一个是劳动部 要同意 第二个 你必须劳方跟资方达成协议 那这种情况之下 变成劳方的意见很重要 如果这个产业的特性 他真的是需要说 让你工作个九天 工作个十天 你可以好好休息的四天也好 休息个七天也好 那么你们就跟资方的讲好 然后呢 还要劳动部审查才有许可 所以我们刚刚说的 不可能在一个月里面 连上二十四天班 连上二十四天班 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情况 就是说不可能有二十四天班 我就是说他可以有连续几天 他可以有连续的二十天 不会有连续的二十四天 但是那是包含加班在内 那如果你不包含加班 不可能连续二十天 那我要分享 因为民佑感觉呈现有种 脸上有很多的问号 是说还是可能排得出来吗 甚至是有这种无良的业主 会这样让劳工 我早上班算了一下 大概还是排得出来 因为很多业者认为说 有一些特殊产业认为说 我加班费 我加元费 这我说属性 你是说劳工也没办法 他因为要希望可以上班 上有政策下有对峙 我觉得中嘉宾委员 他讲的是一个政策面的东西 如果说我站在资方的立场的话 我加班费我愿意付的话 还是有可能 不可能 因为我们的老小哥一定很清楚 每七周要有两天休息 一个作为例假 例假是不得加班的 那你透过双周 四周变形 弹性公式之后 弹性公式二四八嘛 那如果在第四周计算的话 是有可能 如果你双周的话 就像中嘉宾委员讲 是不可能的 我用四周算也是不可能 用四周算也是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你四周弹性公式 你只能把 前第一天跟第二天 最后的二十三天 二十四天 二十三二十四 这两天的 作为例假 因为你四周 一定要有四天的例假 这四天的例假 你可以在四个礼拜 排在头两天 跟最后两天 那中间是不是二十天 中间只有连续二十天 而且二十天当中 还包括了四天的休息日 你必须用加班的方式来习俗 我先补充完 不管怎么样 在这个一粒一休的问题上面 我觉得政府要有很大的决心去处理 因为前半年 前半年一粒一休 后面的二四八 这种调整新的工资 是后来大家的争议 慢慢的去产生的 就把就有了 后来大家争议说 要怎么样去实行 什么特殊产业 那今天我们面对到的 不是只有特殊产业 特殊的意义是什么 还有我们所谓的老检 老检真的有落实吗 老检一般过了新竹之后 新竹科学园区之后 你往南去走 你真的要落实的话 明镜都二零一百 很坏的 我为什么说这样 我听台南非常多 民意代表的好朋友 在跟我说 明佑啊 现在一例一休下去 台面上都要帮政府辩户 可是面对他们 地方人士中小企业的时候 中小企业这些人 是他们选举的时候会帮忙的 像我说民进党 选业科理链 科理链人会把钱拿出来给你抵抵 但是他现在面对就是说 我这个中小企业 我必须面对你这个公司 不管是二四八 他都自己就不清楚了 更何况是所谓 他要面对老检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说一例一休 今天面对的 也不是只有资方 劳方也产生非常大的问题 我举个例子 我住在中部 我我老家在南投 我旁边是南钢工业区 那大理太平到南投 这一个部分 是很多中小企业的所在地 那生产的有可能是最下游的东西 有可能是罗斯 有可能是这个 我们这个 麦库尼 有可能是赤城 可是这些技术性的东西啊 他不是说我找人来替代上班 可以完成的东西 他必须原工自己从以前根深蒂固的一个技术 可是在劳基法里面 或许他只是被认定为一般劳工 所以他的弹性休假的方面 他其实是享受不到的 所以我认为说 这一方面必须劳资再重新去分配调整 我不认为说现在这种实验性 因为我大概过年前 我有跟民进党的几个好朋友说 民进党说 不然我们再半年来试试看会如何 对啊 现在还在试 对 现在还在试的阶段 可是已经产生那么大的工时上的问题 更何况是我们劳动部一直在讲劳减 你真的劳减下去的话 很多人会失业 很多人宁愿不要在台湾投资 所以我认为说民进党在这一部分 真的要好好的去调解一下政策 文玺呢 我应该这样讲啦 其实我觉得嘉宾哥 嘉宾委员真的很辛苦 当然他得替执政党 我们讲的正确就好 讲正确的 他在讲政策方向 没错现在法律不一定的 因为嘉宾哥刚才讲的那个部分 我们已经强调了 就是刚才民佑讲 那个是极端的例子 就是说我们发现台湾常常常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先姑且不论他们的灵活 就是说如果他要排连续24天出来 就是前面两天跟后面两天扣掉 昨天的晚报的这个东西 我当然也觉得值得政府参考一下 事实上这个状况连续上24天班 当然有那四天所谓的什么 休假日的加班费 那个东西加班费 当然是有一定是会给的嘛 但是他有没有可能上24天班 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要讲的是 没有 为什么说嘉宾哥嘉宾委员很辛苦 记不记得我一直强调一个好的政策 你问问人民就知道 记不记得刚开始在推这个的时候 民进党告诉我们说会劳资双赢 因为不管是乘以1.33乘以1.66 可是刚才嘉宾委员已经讲了 这个他要付很昂贵的工资 所以他有可能不会 可是我们要讲的 就包含我之前提到的 我要讲的是说 因为我要提的是说 比如说林逵那时候在提 有没有跟工总商总 他说你为什么不早说 不是后来被立刻打脸 他说有 我早就跟你们林泉政府 民进党政府说 那个有问题 是至爱难行 所以我们看到最近不是说南投县长 林明珍放了第一炮 我现在要讲的是说 你回头去想想看 台湾实践 我为什么说要问问人民的感受 其实站在野党立场 最好民进党不要改 他没改 我说国民党送到 因为全中小企业 从从台湾头到台湾 我不瞒大家 真的大家一片哀嚎 可是我要讲的 刚才嘉宾哥讲的说 这个还要经过劳动机关 劳动部的同意 还要劳资商 有工会没工会 这个东西我讲真的 泯灭实务上的一个运作 否则科匹 为什么会六度寒寻 劳动部寒寻的结果是说 在研议 我们高雄是问事业问题 结果他回了五业问题 各位有没有想到 你刚刚说的弹性公司 在旧吧就有了 二周四周八周都是这样规定 我讲到说 如果一般的 嘉宾哥让我讲完下 你让我讲完下 所以我才讲说 其实有很多 不是韩式解释 他说我现在一个 出一个问题 我就出一个韩式 出一个问题就韩式 我都还不好意思讲说 我们一般正常上班习惯 其实今天录影 现来的这些摄影大哥 我们想实际上 会不会看得到吃不到 八点 我们九点上班 通常我一定八点四十五来 我就打卡了 我六点下班 我可能跟你立文聊聊天 六点十五我再打卡 那这个三十分钟前后 要不要算加班费 我的意思说 民进党政府与其在这种 枝枝节节一直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解释解释 其实我觉得 他可以像自由时报解释的 我今天认错 我修法 就是一个公时账户的一个观念 让台湾松绑 这个不要 你要谈问题 不要指鸭子嘴硬 这样不好 先把国民党时期的劳基法里面 两周四周八周变形公式条文记清楚 原来的条文就这样写 现在修改后还是这样写 并不是改过 没有改之前就是两周四周 如果民进党政府要延续我们前朝的政策 我觉得就不用换政权 就交给我们了 我们一定会做得比他们更好 金兰姐 刚刚大家在讨论 但劳方也会说 好像我们没有比较不写汉 资方也说我们这样很辛苦 那到底现在这个法要怎么修 大家现在说 我们还有把法再修回来 或修到任何方向的这样可能吗 刚刚大家讨论了这么多 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听得懂吗 我想这比较清楚 什么二十四天 什么能够做几天 我想他们不关心 他们只想关心说 我是不是能够找到头路 我是不是能够 我垃圾里面有钱 能够过生活 我觉得这个东西 民党政府必须要去检讨的 为什么这个事情 如果他觉得是对的 然后理念上应该是往这个方向 他能够带动整个产业的转型 其实蔡英文其实没有当总统之前 你去看他 他想选总统的准备工作里面 一直告诉大家 台湾的产业要转型 我觉得我们跑新闻 听这个话听得非常久 那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 工时跟这个劳工政策 是非常重要 可是为什么搞了这个大半年 不要忘记 他其实是去年 去年七月就搞到这个 这个头昏脑脑 周休二日是一个大家认定 最好最清楚的一个概念 可是后来那个挤压 那个过程当中 就是不能周休二日 那什么七天假搞完了以后 一例一休 一例一休搞完了以后 现在弹性宫死 你主持人在这里 观众朋友在这里 你不觉得他是一个挤压挤压出来 就这样子从一支 变成这样长出来 长出来 一个大家都觉得 头好痛 为什么要搞成这么多 这么奇怪 这么复杂的东西 为什么不能化繁为简 而是化繁为繁 一个政策的本身 要让民众去理解跟制造 应该是化繁为简 最简单的概念 我只要这样 然后我能够每天 过我该过的这个生活 可是今天不是 他一路上 你去想想看 周休二日 然后我七天假要拿回来 中间拉拔 拔盒拔了半天 七天假要弄完以后 一例一休又跑出来了 一例一休是这样 是那样 弄了半天 理解了半天 然后七月要开始执法 执法了以后 好像行不通 所以我要弹性工时 两周四周八周 可是刚中嘉宾委员告诉我们 这老早就在那里 可是他不是一个盘子 推出来的政策 你理解我意思吗 他是一个政策里面挤压 不行了 我再把它挤出一个东西 一个东西不行了 我再挤出一个东西 所以从过去到现在 大家只想知道说 我能不能够安居乐业的本身 是我怎么样 在我的工作场域上 我做我该做的事情 休息我该做的 该休息的 那他回归到 民养执政想要做的 产业的转型 在这个产业的转型 跟劳工跟资方当中 这里面如何扣紧 现在看起来是 劳工也不满意 资方也不满意 弄得人心惶惶 然后大家又觉得 我为什么物价要白涨 我的钱没赚到 但是我的物价全部涨上去了 回不来了 那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所感受到的是厌恶 还有在这里为蒙其力 先受其害 所以回过头来 我要问的是 民进党政府很想要做台湾的 产业政策的转型 让大家都能赚钱 可是那个是在 说的一口好政策 回过头来放在 这个真正的执行面上面 他出了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而这非常大的问题 让大家觉得 以前国民党拼经济 好像拼得不好 因为马英九在那边搞得 国民党以前说他最会拼经济 可是大家不觉得 现在民进党上来了 他说国民党以前做的 很不好很不好 现在换民党上来 好像没什么撇步 那我要赶快让委员 defense一下 我只讲两个概念 我们的公共讨论 跟公民教育 显然的 以刚刚的讨论为例 就有需要加强 怎么说呢 我们常说 不要让自己权力睡着了 什么时候出现这句话 当我在念书的时候 有时候遇到一些新的法规 我们不懂 我们的权力又被侵犯了 所以很多人说报章要宣导 公民教育要提醒 要教导大家 没有错 一个健全的社会 一只健康的牛 牛毛是比较多一点 健全的社会 法令不可能越来越单纯 法令会越规定越细 但是公民社会 跟我们的媒体 要讨论的时候 就要把法条讲清楚 第二 刚刚两位 副主委也好 金兰杰也好 都提到了 劳基法 不是今天才出现的 劳基法从工厂法 在1984年开始 从工厂法 开始变成劳基法 劳基法在2000年 经过是大修之后 现在所谓的 两周弹性工时 四周弹性工时 八周弹性工时 规定早就在2000年 规定的清清楚楚 而这个过程当中 坦白说 台湾中小企业的体质 绝大部分的企业 我是受雇者 我根本不会知道 谁会知道 人资会知道 发薪水的人会知道 还有老减的人会知道 所以在任何的企业当中 从2000年开始 劳基法有这个双周 四周八周的弹性工时 弹性工时以来 包括我自己 我在公务机关上班 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当了立法委员 我要去了解 劳基法的规定之后 我才搞清楚 所以其他的来宾 可能搞不清楚 我也不能见怪 但是这边有一些宣传手册 可以拿回去看一下 我们的理性讨论 必须建立在事实为基础 那至于说 劳基法的这些相关规定 2000年之后 包括蓝营也好 绿营也好 陈水扁职 在马云有执政后 都修改过 那所以这些争议 不是现在才发生 当时就有 只是现在 我们在去年 唯一的改变 就是由周休一天 变成周休两天 这两天当中 有一天为立假 一天为休息 如果不把这个事实搞清楚 我们就会变成 是一个反制的讨论 不在事实的基础上 讨论问题 只是谈情绪 我是觉得 对于问题的解决 没有帮助 最后一句话 如果真的要回想一下 2000年劳基法 把双周 八十四公时 从双周 单周四十八小时 到双周八十四公时 当中 我们后来 历经了十七年 有多少的法规 重新的解释 这个部分 我把它整理出来 再提供给在座的来宾跟各位 其实呢 这段漫长的时间 透过很多的法令解释 才把修法之后 必要给民众 必要给相关权力人 知道的事情 才慢慢的厘清 当然立法调整过程 总有震动期 这个震动期 我们觉得 劳动部跟相关单位 走旁带要赶快做好 好我们这边要先休息一下 等我回来继续分析 欢迎回到现场 我要记得请教副主委 刚刚提到劳工的这个工时的问题 你非常有感 我想说 我还是 就是觉得嘉宾委员 真的很辛苦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我先举一个例子 就是那时候劳动 我们新上任的林美株林部长 不是后来 我说 他说那个什么方向谈 那我就不谈了 他说那不是他讲的 他说一个说脱离雇主监督 基本上我就说那时候 他在讲这句话 我就知道他又不食人间烟火 因为现在有赖微信 什么有的没有的数位时代 可是刚才我觉得嘉宾委员 讲的有一个东西 我觉得说 他说公民的社会 我们要争取自己的福利 我很认同 但是我要强调是 台湾现在真的已经进步到那里吗 事实上我要讲 我先估计论有没有 但是我说现在以一个 我们台湾目前的现状 宣导的责任 当然还是在政府 因为现在老百姓 我活都活不下去 你叫我去研究法令 多如牛马 而且我看不懂 因为那都是很文周周 所以要站在老百姓的角度 去看相关的政策的执行度 所以我一直强调 问问老百姓的感受 但是刚才嘉宾委员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要特别提醒他 因为他是未来的政治猩猩 可是你说问 你就问那些人资本 最清楚的人资部门 老简 我就是刚才举了那个例子 我跟大家报告 我可以被检验 你去问现在所有大公司的人资部门 他搞得清楚 搞不清楚 现在劳动部所有的法令 我跟你报告 百分之九十以上 三个都没有 反正就像变形虫一样 谎论老简 在回答刚才我讲的 说高雄市民进党的 台北市的柯文哲 那个的往返 公文的往返 你就看出来 这个政策基本上已经出现了问题 所以我才讲说 我们回到这没有关系 招令细改又合房 这是我们之前听的 那你民进党就改一下 我觉得让大家好好的把这件事情 给搞一个段落 民友也觉得民进党要改吗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民党的价值 当初提出以利益修 是要捍卫像欧美一样的那种劳工环境 劳工人权的环境 可是回过头来看台湾的食物面 到底行不行 因为欧美的基本薪资 还是比台湾还高 可是台湾很多的劳工的基本薪资 相对比较低 可是他必须透过加班的机制 让他能够维系家里的生存 所以我认为说民进党在这方面 他的利益是良善 可是我认为实质性符合条件 我觉得劳动部或许在法条上面 能够做一些松绑 不要那么强硬的说 我劳减去面对资方或劳方的时候 双方都会受害 所以我认为说在务实上面能够再调整 金燃姐一点点时间要做个结论 我我讲一个例子 这恐怕会伤情感 但是我必须说有一家电视台 他的气象主播 气象主播播十五分钟 结果他们家电视台只用十五分钟 认为他上工 就是你讲的那个 那个手要握方向盘 所以他必要计算他的KPI的时候 那你要把其他补齐 这是一个现在大家看到 一粒一休要落实大家在讲工时 要如何谈工时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 你不要讲 每个人都是从基层上来 可是你坐到那个位置 你恐怕还是福音老板 用老板的方式来带基层员工 我觉得这个过程 主委在这里 人家上班可能四点半就要起床 就要出门 这个你都不拔算 因为他没有坐在那里 没有指着 现在我们今天的天气怎样 这个就是现在的现况 委员 好 最后我还是讲事实 没有很辛苦 我们句实以答 在劳基法三十条第三项 就是八周的弹性工时 早在民国九十二年 就有公布了二十六种行业 至于说大家跟着 劳基法第三十条之一 它是四周变形工时 早在民国八十六年 就公布了四十种行业 我要说的是八十六年 九十二年都不是昨天的事情 也不是去年的事情 这些适用弹性工时 变形工时的行业 早就被公告了 所以我是觉得 今天一个负责任的社会讨论 我们必须鼓励社会大众 为了了解自己的权益 勇敢地去争取 也要强读所有的法律 我们才能够有 共通理性讨论的基础 让这个社会让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